事实上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财务支队相对比较严格 每年的4月15号之前 人们都会普通百姓包括亿万富豪都要寄出一份税务的报表 把过去一年的收入进行盘点 哪些能免税 哪些要更多的扣税都要盘点清楚 富人来讲做这一套账本事实上相对比较难 都会找第三方的财务公司帮助去做账 而中间稍稍的运用一点点技巧 可能税就能少交很多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特朗普或许真的在自己的财务问题上讲不清楚 也被民主党人包括独立的调查官苦苦的追问 这一次最高法院做出的判决 我们看主要是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就是特朗普一定要向纽约的独立检察官 去公开相应的账本 这对特朗普而言不斥为晴天霹雳 因为账本公开 作为庞大商业帝国的领头人 恐怕有很多东西是讲不清道不明的 说不清楚 对自己会有一定的影响 但另一个层面而言 特朗普又感到非常的高兴 因为所谓的账本公开 税务的状况公开 是放到今年大选投票之后 也就是在目前的阶段 不会拿出一个重磅的炸弹 对特朗普的当前已经形势比较危急的选情 造成进一步的影响 所以从这一点而言 特朗普恐怕一喜一忧 从最高法院的判决 我们也能够看出两起案例 一方面支持了独立调查官的公开账本的请求 但另一个层面而言 否定了众议院在同一个问题上的同样的诉求 说明最高法院一方面支持总统相应状况的公开 过去个任总统事实上也都是有先例的 要公开自己的财务状况 继续沿着公开的方向前进 但与此同时 为什么否决了众议院提出的需求 是因为目前两党之间 众议院和白宫之间过多的纠结 事实上不仅仅美国民众反感 最高法院也认为会影响美国的国家利益 在这一点上我想恐怕透露的信号也比较明晰